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一直这个心结没有解开 她那个心结如果打不开的话 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有痛苦 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她解开这个心结 然后能希望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 能跟她开启新的生活 叶女士 希望通过老师们的这个指点 大家能够认识到自己各自的不足 然后彼此能够坦然地放手 我们可以好聚好散 刚刚周先生说 希望能够把你的心结打开 然后和你继续地 更开心地生活下去 有这个可能吗 那今天你要 离开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过得太累了 很压抑 很痛苦 我在她面前不知道 她说了多少次 绝望 崩溃 压抑 但是她从来没有真正地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而且从来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我没有觉得开心过 压抑 绝望 崩溃 叶女士声美俊下地表达着自己在婚姻中的痛苦 究竟在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会让妻子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 这跟丈夫所提到的心结有关吗 那么妻子叶女士到底有什么心结呢 叶女士告诉我们 五年前 她和周先生在相亲中认识 那时 为了寻找一个情感的依靠 也迫于年龄的压力 她们不到半年就匆忙地结了婚 而随着这两年 叶女士事业的不断发展 她们的问题逐渐地暴露了出来 在14年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就是辅导学校嘛 起步阶段就很艰难 然后就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上面 叶女士承受着事业起步的巨大压力 她希望工作相对清闲的工程师丈夫 能够多分担一些 然而丈夫的表现却令她大失所望 接下来 叶女士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就在今年 夫妻俩准备在上海买房 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但丈夫周先生的所作所为 却让叶女士整整失眠了两个月 我们今年三月份买了一套房子 后面因为就是说 分析综合的这个行情呢 然后把它也卖了 然后呢 第二套房子买得特别的急 但是我之前那套房子 首先她那个贷款还有96万没有还 由于就是我们都是限购的身份 那我必须要跟我的下家 就是走完所有的程序 我才能去买现在这套房子 你当时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经济压力 我要先借就是将近100万 把我原来那套房子的贷款给还掉 这个120万的首付 我当时手里面差不多只有四五十万 等于说我还要再借70万左右 我当时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那怎么办 然后她给我的答复就是 大不了不买呗 就是她遇到困难 就是往后退的那一种 我希望就是说她 即使到最后她还是没有帮上忙 但是她能够呈现一种态度 就是说她能问一问 看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关系 就至少让我感觉到 就是你在努力 而不是这个 这件事情就只有我一个人来想办法 在那两个月之内 每天晚上都是 就是是失眠的 然后有更严重的就是 我没办法躺在床上 我觉得躺在床上 我都很自信的那种感觉 我就在外面的那个廊台 就是走了几个小时 就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停下来我觉得这个压力 能压得就是让我很自信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些就只有我自己承担 努力可能没有达到吧 没有达到她的预期 你做了努力吗 当时我跟她也说了 就是说实在不行 就像我从家里面让我爸 他们在老家 就借一些 就像利息比较高一点的钱 可能也就给否决掉了那种 最后就可能在这一块 就没有去更多的 如果是说在经济上 她没有办法 那在关心上 或者是帮你释放这个压力上 她会不会表达出来 更关心的呀 我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很 就是 就是运转不过来的那种 大脑不够用的那种 我就跟她讲 比如说现在想起来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明天我要去哪里 要办什么什么事情 我说你要提醒一下我 然后等到我事情办完了之后 我想起来 我就特别的 就是说愤怒 然后我就打电话告诉她 我就说 我让你提醒我的事情 就是你都不能够 就是说放在心上 你哪怕 说你在力量上不够 那你至少就是 你用点心呢 就是你 哪怕就是小事 小事上你也给我分担一点的 没有 就那一刻你会觉得身边这个男人对你而言 没有任何意义 说你心里话 就是说这个房子 从前买这两套房子 我请假一定请了十几天 有时候到那个交易中心 就像七八月很相对来 都是很火爆的 要从上午可能就要 排个号 然后也到下午 要一直在那等 他在这个过程 他就像不管是在家里面 还是在公司里面 他感觉不到 就是他觉得我好像就是什么都没付出 周先生很无奈 他以为这件事付出了努力 为何在妻子那边就变得毫无价值呢 而在叶女士看来 他需要不是丈夫在经济上的帮助 而是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 但丈夫在情感上不作为 让这位在事业上的女强人感到了孤立无援 没有任何意义 精神上的压力无处释放 已然让叶女士很痛 而更令她崩溃的是 丈夫的不作为态度 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拿她和丈夫的二姐发生的一次矛盾来说 丈夫当时的处理态度 让她备受委屈 去年暑假我婆婆来上海 我们三个人在车里 她就跟我讲 她说你二姐家就是说 小孩要想把小孩带回去读书 你就是你怎么看 她二姐可能也是比较强势的一种性格吧 然后呢因为她就是老公是外国人嘛 那我当时就给她几点建议 我就说首先你要想 就是这个小孩带回去 后果你能不能就是说承担 比如说两国不同的文化 对不对 你能承担你就带 你不能承担你就 我建议你就不要那个 她当时也在旁边 然后我突然有一天 接到她二姐的一个信息 说我告诉你 就是说泰勒已经在 苏州最好的学校上学了 她不回去不是因为你不同意 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她回去了 然后我很莫名的 我说有没有发出 我说你是不是发出信息了 我说什么意思 她就说你自己说的话 你心里不清楚吗 后面我们就吵得很厉害 她姐姐这样来主动来找我 就是挑衅 她都没有主动站出来帮我 然后当时我要打电话给她爸 妈 她不让我 就说让我看着她的面子 怎么怎么样的 结束掉 好 我当时还是忍了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所有的人都说不怪我 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来给我一句公道吗 我觉得就像她在这个过程中 她本身做的就已经很过了 她当时就听到我姐那样打电话 她打电话给我爸 她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爸 跟她断结完结 就是说我老婆她可能就像在 有时候也不留不给别人留情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做什么 会让她觉得你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他们俩在短信上吵架的时候 她发给我的时候 我记得我就打电话过我那个姐 我就说以后就像我说我老婆就像是我们家里面的 就像上次第二个人 因为我妈是第一 你要尊重她 还是什么东西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也站在她这一边 非常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你的 对二姐的不满 这就是你做的支持她的地方了 对吧 无论是买房还是与二姐发生误会 这两件事情中 周先生虽然没有很好的处理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 她的努力和对妻子的用心 为何叶女士就丝毫地感觉不到呢 是工作的压力 让她无暇顾及这一点一滴的温暖 还是另有她因呢 她坚决要与周先生离婚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 她的心结又是什么呢 突然间 叶女士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掉了下来 她突如了一个压在她心底的秘密 因为我们结婚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 我说实在不行 去做试管 然后我们之前了解下来的 就是做试管对身体要求比较高嘛 就可能我要一直静养啊 什么什么的去调理 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很忙 虽然结婚已经五年了 但是她们一直没有一个小孩 这对于叶女士来说 始终是一个遗憾 所以为了生一个属于她们的孩子 承受着事业重要的叶女士 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所以我就希望说 她能够把我 就能接替我的位置 然后我去调理 如今 叶女士的培训学校 已经步入了正轨 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 她希望在企业里当工程师的丈夫 辞掉工作来接替她的位置 让她可以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实现做母亲的愿望 叶女士怎么也想不到 丈夫虽然口口声声地答应 但她的表现却令人十分不愧 她晚上下班去接我 她都不愿意去我学校 你知道吗 每一次 我跟她说好了之后 做好了她的思想工作之后 我第二天就去开会 然后就跟她讲 就跟我们几个股东讲 就是说 接下来我要把她就说 弄进来 慢慢地去学 然后我慢慢地往后退 大家都是同意的 这样的事情 而且说过不止一回 就是说过两三回来 从15年年初开始 16年年初开始 今年又 就是至少说过了 开会我们已经说过三次了 而每一次 都是没有踪影的 每一次前面得了她的保证 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 可能觉得 我要接不了这个学校 就让感觉可能 面临的困难 太多未知的困难 可能处理不了了 如果现在 她同事面前 帮我说的那种 很不堪定的 让我很难有去 去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那个学校吧 我经常 就是吵架的时候 我经常骂的就是 你又让我赚钱 又让我生孩子 我说你把所有的压力都给我 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 一方面承受着 当不了母亲的压力 一方面又在事业中 苦苦地拼搏 而此时 丈夫却只会袖手旁观 没有作为 这让叶女士 感到十分的无助 然而 观察员于小春 却认为 叶女士不妨放下 目前的焦虑 重新地认识一下 身边的丈夫 我感觉了叶女士 可能你的问题还多一点 其实你是知道 你先生的问题 出现在哪里的 情伤太低 既然你知道问题所在 为什么不可以 对症下药呢 我帮不了他 不是帮不了 是你不愿意帮 我认为你要求太高 第二个呢 他是他担心 他办不好 他不愿面对你的同事 可能他是觉得 你的同事看不起 我跟我爱了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去他们单位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胖 我不自信 我说他们同事 会不会看不起我 自从我成功减肥之后 我就去了 我想心态 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换一个角度 来看问题 可能就是难度 你老是带着 指责怀疑 自我否认的 去看待你老公 肯定越看越不顺眼 越看越悲惨 于小春希望 妻子能给丈夫 更多的鼓励 然而叶女士却表示 她并不是没有 给过丈夫知识 但结果 却没有任何的作用 我说了很多遍 都没有用 当精神和心灵 双方都无法呼应 当要孩子的愿望 变得有些遥不可及 谁都没想到 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 成了压缓他们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直至家就是刚刚来了一个小孩 然后我同事也刚刚生了一个男孩 然后我的唐 就是她的唐妹 也刚刚怀孕嘛 然后其实我会比较敏感 其实心情会有一点点的压抑嘛 正好我去横店去旅游 我发了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飞车表演 就是到他们的家族群里面 然后她当时就特别严肃地就跟我讲 不要再发了 然后就是说 什么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你觉得发账的就是合适吗 我是觉得说 别人的小孩 就是说从床上摔到地上 你都能够就是 顾及到就是她的感受 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说 已经平临 就是已经临近那种崩溃的状态 为什么你都感受不到 为什么你都没有顾及一下我的心情 因为在我走之前 我还跟她哭了一场 就是当她堂弟弟席 让我带他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我还跟她哭了一场 我觉得我心情特别不好 我压力特别的大 然后那天我 就是其实在去之前 一路上我都是很 就是很心情很郁闷的 好不容易就是去看那些表演什么的 心情好一点 然后我就 就觉得那个表演特别的刺激 觉得特别的厉害 我就发到他们家中群里面去了 然后他瞬间就把我的那个性子 一下子就扫没了 我当时就在那里哭得不得行 你知道吗 我就想 我怎么会找到一个这么样的男人 我好不容易心情稍微好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不能让我稍微开心一点点 为什么别人就是 一个孩子在那地下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对吧 为什么你都能够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为什么你 就是 就是我现在觉得我就是水 那种生不如石的那种状态 这个周先生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生气 其实我感觉他可能他误会了 因为当时就是是我一个表弟 他小孩大概三四个月嘛 他从床上摔下来 就是头部骨折 头部骨折就像种很大一块嘛 然后我家里人都在讨论 就像以后要怎么当心啊 就都在讨论这个小孩的事 他呢就是帮这个 帮一个就像那个 飞车的一个视频 发在那个群里面 就是很那个 然后我就撕下来我就发 我就说发生这个事 你不要在这里面发这个视频了 然后一下就热火他了 他就是很不开心 然后就像我在跟他聊 又在群里面看到 就像可能有个误会 就是说最后 我本来是发给他的 就像发在群里面了 就像也是在他下面发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场合 就是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是让他崩溃了 所以你是发出了地方 对发出了地方 因为当时我是想撤销嘛 但是我点的是删除 就是说没有 没有跟他删除掉 他当时他就说那离婚吧 看得出来 叶女婿表现出来的 更多是压力的释放 而周先生也在小心翼翼地 顾及着妻子的感受 既然如此 叶女婿为何不能理想和周先生 而是要选择放手呢 叶女婿的一句话 道出了他们之间最根本的问题 我一直想把他往上推 可是他从来不动 他很没有上街心 他比较要强 你对于生活的理解是怎样的 不需要讲特别复杂的那种 就是说不需要就天天 一定要过在 就让我一定要比所有人都要强 然后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一个是积极上进的妻子 一个是随遇而安的丈夫 因为彼此追求的不同 两人之间长长的距离 在不断地拉大 而当家庭生活中 种种的考验摆在面前 这档婚姻变得风雨飘摇 我们的感情就像往银行里面沉浅 还没等到沉了就一直在去 那么这对80后夫妻的婚姻 还有拯救的可能吗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调解员胡建云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现在婚姻解体 可能是你们最好的一个师子 胡老师是在劝分吗 问两位 如果现在婚姻解体 如果我说 可能是你们最好的一个师子 错过这个师子再来解体 将来的代价 可能会成倍的增长 这个两位能接受吗 能接受吗 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你们的事业和家庭 特别是燕女士的事业和你们的婚姻 目前来讲势不两立 那么燕女士这一点的话 很明显的是家庭作为你事业的后备者 并且必要的时候要为你的事业提供帮助 那这样的话对周先生来讲其实就也是有点勉强 正在这个燕女士的角度啊 为什么会哭泣 为什么会觉得对婚姻失去希望 并不是周先生有多差 而是从她的角度来讲 第一叫不可靠 她要依靠的那一个人 一定是一个会在她面前 像及时雨一样把安慰鼓励 送到她的耳边 送到她的面前 第二是不可爱 你们的生活其实没有情趣 所以你们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不是有多么的复杂 而是压力太大 遮住双眼 然后决心以下需要外援 需要我们在后面推一把 告诉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走 你们今天是来找一份决心 胡建宇认为 叶女士到金牌条街 是为自己的婚姻找一个决心 那么她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婚姻的方向呢 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周先生您知道您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 坐在这儿 可能不太自在的那种 不光是不太自在 您给我的感觉呢 像我们单位食堂的大师傅 按理来说 食堂的大师傅应该是做饭做的最多的人 就像您在 叶女士身边 应该是她生活中出现贫次最高的那个人 可是 是不是食堂的大师傅做饭做的最多 就意味着他做饭做的最好吃呢 结果 往往是否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说 我们在一个人的生命中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不是在乎于你在她这个生命中出现的频次有多高 而在乎于你有没有用心 今天叶女士在现场之所以如此的伤心 我至今也不认为她是真的想跟你离婚 她对您最大的诉求点就在于 您在这段婚姻里 一直游离的在这段婚姻之外 您在现场 无论您的妻子是多么的痛苦 可是您所呈现出来的表情 永远是很麻木 像一个看客 而且还是一个不动情的看客 这种感觉 才会让对方觉得 对这段婚姻索然无趣 分手也是一个机会 和好也是一个机会 可能在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里 你们需要的是 审视自己的内心 要不要继续做一个看客 还是愿意重新投入的 让自己去爱一次 沉重是你一直以来 在婚姻里面的一种感觉 可是你有没有仔细去想过 这些压力 都是你不得不承受的压力 还是你觉得你要背负起来的压力 从买房子的角度上来说 作为现在的年轻人 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 其实你丈夫他也并不是不认同 可是你很纠结的很多地方是 他为什么不支持 你想想看 你在学校的工作 希望他来帮助你 想法是对的 你却没有看清楚 你需要他来帮的方向 是不是他能做到的方向 今天你们走的这个地步 从表面上来看 是大家选择的这些东西不同 但实际上 那不是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 从一开始 你们二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在你这个地方 你认为我需要的幸福 是应该我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是在你丈夫这个地方 他的价值观仅仅只是 我觉得我要幸福 那是我可以对我的生活 降低一点标准 谁又错了吗 那仅仅是因为价值观的差异 两个人选择的事业方向不同 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 就一定要承受起一个道德的标签 一定要让他背负起一个 不够承担的这个责任 我认为对你的丈夫有失功力 我先问周先生一个问题 他今天已经提出跟你离婚了 为什么不离婚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说他的心结打开了 然后我们能 以后能很快快地在一起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能不能打开他的心结 以后他能过上 他想要的生活 也确实就是看不上我 那我也觉得 就是他也是一个 反正比较好的选择 对我们各方面都还是有利的 我突然发现这才叫真爱 于是我就想跟叶女士说 你的丈夫没什么不好 他只是没有你指望的好 你的丈夫没什么不好 只是你认为他对你不够好 我看到的女士跟合伙人去创办这个学校 其实你很想做另外一个自己 那就是大度的 坚强的 能干的 但很遗憾 你没有做成另外一个自己 建个学校嘛 还有那么大的压力 在今天这个现场你的哭声 会让我觉得你这学校不做也罢 当你自己做不到你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 你把这种希望放到自己丈夫身上 你希望他能成为另外一个你 或者是说他能成为另外一个你的支撑 当这些都达不到的时候 你真会绝望 你不只是对你的丈夫绝望 其实你对自己也绝望 所以我建议你 做真实的自己 如果真的那个大度 果敢 能干 有爱的女人 你做不来 我们就不做 人生苦短 没必要逼自己 去非得达到那种理想的状态 做真实的自己 才能找到内心真正的需求 那么他们内心真实的渴求是什么呢 究竟这对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夫妻 该如何选择他们的婚姻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于小春和叶女婿进入了密室 一落座 叶女士就再次强调了 她和周先生要分开的根本原因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也不是觉得她有多坏 真的 我只是觉得 我们俩真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价值观差距太大了 你呢是熊熊热火 一点就着 对对对 她是慢热型的 其实她肯定 我觉得她可能还热不起来的那种 是 就是这种 她一定热得起来 只是你还没跟她点着 所以我感觉 真的沟通起来太累了 因为价值观的差距 叶女婿感受到了相处的痛苦 那么难道价值观不同 就完全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吗 像你丈夫呢 我觉得今天对她来说是有帮助的 你为什么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是吧 她也意识到可能就是太木了 对她这种性格的人 可能你鼓励 跟这个 家许 比其他方式更好一点 我觉得我累了 我没有力量了 观察员余小春认为 叶女士应该给丈夫更多的鼓励 这样才能帮助她共同进步 但也许是五年来 叶女士经历过太多次失望 身心都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她 不愿意再给丈夫一次改变的机会了 这一桶婚姻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观察员余小春并没有放弃努力 她决定在另一个问题上找突破口 孩子的问题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一点 可能对双方的 看着对方的这个缺点 这个可能性是不是 小孩的或者说气氛 好像很难 叶女士告诉余小春 这几年 孩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 所以她才会希望 丈夫能够站出来帮助她 让她有更多的时间来调理身体 然而 丈夫在关键时刻的退缩 成为了她心里一个难解的结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如果周先生能迎难而上 他们的感情就会有转机呢 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徐晨刚 正在反复地向周先生 确认一件事情 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到底想不想走下去 走下去是不是因为 你还真的是和他 以爱情为依托的 这种 这种情感 你们想走下去 我觉得就像不管他怎么说吧 其实我们两个应该是有感情的 好 看得出来 对于这段感情 周先生心中有很多的不舍 那既然有爱的话 周先生应该如何赢回妻子的心呢 如果你爱他 首先你就要知道 他爱我什么 我有没有那些 会真正吸引他 让他一直爱我 爱下去的这些东西 在身上 如果我没有 那就说明 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一辈子紧紧抓住这个爱 那我想抓住 我就要想办法让我 你要留住你的婚姻 你第一要做到的就是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是为了留住婚姻 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吗 徐成刚希望周先生能够改变自己 这不仅仅是为了婚姻 但改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需要爱 更需要一份勇气 周先生能够鼓足勇气 面对未来的挑战 勇于承担家庭的重任吗 这个问题 同样是叶女婿最关心的 他对周先生并没有信心 所以 即便经过了与观察员于小春 长达一个小时的沟通 叶女婿仍然犹豫不决 这时 他突然提出 要跟调解员胡建云 面对面的聊一聊 胡老师来到密室中 为了帮助叶女婿 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给叶女婿提出了两个 十分关键的问题 我现在看中的是 假设将来你经济条件好了 你会不会追求更多的 这种心灵上的 交流带来的满足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现实条件要 差不多需要多长的时间 你预计 比你的事业目标 或者让你感到 有安全感 成就感 这么一个状态 大概要追求 估计要再两到三年吧 而且这两到三年 还要全心投入 是不是迫切需要他的帮助 并且他能够给你帮助 胡建云的两个问题 其实是要让叶女士 看懂自己 因为只有看懂自己 内心的真正需求 才能做出最后的选择 那么经过了 长久的考虑之后 叶女士能够给自己 找到一个婚姻的答案吗 这对80后夫妻 是愿意给彼此机会 共同成长 还是就此放手 各自天涯呢 从秘史出来 先问一下 周先生这边 有什么想说的 从我听到两位老师 对我的一些教导吧 可能 感觉自己主要还是 这种担当不够 或者是对这种 生活的态度不够积极 这种对生活的人的态度 可能是我老婆 她更看重的 她其实也 之前也跟我说过 你就算你不能接我的学校 你做一点其他的 能让我看到 你在上镜 你在往前走 所以 她说呢 在这一块 可能就这样 一直没有 让她感觉到那种 进步吧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可能我是 我是必须就这样 要改变 不管就这样 以后就算是 她不要我了 她或者是什么 我自己也应该是 要改变自己 需要调整一下 我自己的这种 消极的态度 生活没有什么 不可以的 只能说 要自己 勇敢地往前冲吧 那这样吧 我觉得 你心里很坎特 不知道她要不要自己 要不今天 你自己问一下 说句心里话 我不管我跟她 吵得什么样的 但是要有时候 是否就哄她的时候 我还是会跟她 开玩笑来说 你别说得这么 这么牛 你实际上 你是舍不得我 就是 来来来 来 周先生 你自己主动地问一下 看看 我做的可能真的不够 但是 我愿意 在往后的生活里面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 我进步 我为你还活着 叶女士 你要给她一个答复 看你表现吧 那算 那算是还有机会 对吧 有机会 有机会 机会是有 但是有两个方面的挑战 摆在你的面前 第一个挑战就是 她的生活 她是希望 不断地积极向上 不断地有收获 那你能不能对应到 这种节奏 能不能让她感觉到 她在你身边 会有这么一种 精神上的充足的感觉 这个对你是有挑战的 对吧 第二个挑战呢 就是孩子的问题 这是非常现实 不是一个拥抱 就可以解决 但是以我个人的 小小的经验来看 心情好的人 他有时候真的会有意外的收获 所以你们俩 当前当务之急 其实并不是去承诺 我们未来扎扎实实 走多少年的问题 而是 我们去共同去找一个好心情 这个好心情 它依赖于你们俩 同时成长一点 所以你们要 引走周扬 充满信心去战斗 好不好 重新开始 当周先生深情地 向叶女士表白的时候 叶女士的眼泪 再一次决堤了 不过这一回 她的眼泪 不再是崩溃后的绝望 而是满满的信任与感动 我们想起 当他们的婚姻中 有了爱与理解之后 双方就已经迈出了 婚姻中 共同成长的重要一步 有人说 维持婚姻的纽带 不是金钱 也不是孩子 而是精神层面的 共同成长 一个用跑的速度 一个停止不前 如何促及长谈呢 所以 在婚姻中的你 唯有把自己 变得更美好了 才能影响对方 从而彼此欣赏 共同进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